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走近你 第37集 这段时间两个小情侣在家中放假得很彻底 路易处理过了自己手上的案子以后 和蓝清玄说自己工作这么多年 准备到明年再继续新的案子 年底的KPI就交给大家了 严世帆近日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涉及到路易他们车祸的故意杀人 未遂也被查了出来 近日正在走程序 拔起的萝卜黛尼 不少的事情接连被查出来 也正因如此路易才终于知道了 寄来那封邮件的人是谁 前几日路易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的声音有些熟悉 但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自己经常联系的人 一直到对方爆出了自己的名讳才知道 此人竟是宰蓝叶 电话响起的时候 袁金夏也正在路易的身边 他拉了拉袁金夏后打开了电话的免提 宰蓝叶的声音在屋内听得很清晰 陆律师 今天我打这个电话来是为了谢谢你 同时也是想要向你道歉的 宰蓝叶此话一出 袁金夏和路易相识一看 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路易的反应很快 从茶几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根录音笔打开 颜世帆的汇款单是我寄来的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颜世帆的身边 之前我在扬州的遗产之所以能办得如此快 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办事效率高 还因为背后有颜世帆的打点才这么顺畅 他顿了顿 好像是在回应些什么 那段时间我正在因为这一笔不菲的遗产而高兴 只是在这场遗产继承中 遗嘱是被动过手脚的 原本的遗嘱里 你们去看过的那套大运河畔的房子 是其实是要给无意的 房子适合休养环境也好 可当时我们因为心里的不平衡 就换掉了遗嘱 这一切都是用假名司马长安的严世帆帮助我做的 在爷爷离开的那一晚 无意看到了遗嘱就明白了一切 或许他是真的爱爷爷吧 没有拆穿我们的一切 当晚就离开了 果然 原今夏就觉得当时的遗产 办理得有些过于顺利 好像一切都有人在背后帮助他们 而他们只是负责台前表演的小人物 在此事之后 我很庆幸在当时认识了你们 也见识到了你们的能力 可接下来我因为贪婪 因为自己的欲 望而逐渐走入了司马长安的圈套里 那时候他除了其貌不扬以外 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在帮助我 他一个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 往我身上投入了这么多 任谁都会飘飘然的 从那以后 我就放下了手中工作 去帮助他抛给我的一些事情 我学的是金融方面的专业 他有很多的账目都不太对得上 而且我后来深入地了解过后 他们公司里专门有不少人都是 帮助他做这些事情的 我和他们混熟了 发现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的受着司马长安的照顾 一直到我接触到了严世帆的集团以后 我才知道司马长安是一个假身份 他真正的名字叫严世帆 这个名字我以前听说过 当我意识到该离开的时候 我已经陷在其中了 载兰叶的声音有些颤抖 好像当时刚刚发现自己处境时一样 他无助 他想要挣扎 可是现在严世帆手上有他的一切他跑不了 我意识到迟早会有出事的一天 我恳请严世帆让我换一份工作 去他的乐家画坊工作 一直到了你们被他带上画坊的那一晚 我才知道你们接受了圆圆集团的委托 开始调查这些事情 那一晚我不知道是严世帆太过于自负 还是认为我不值一提 他甚至让我带着圆姑娘去的卧房休息 圆惊吓听到这里才想起来 自己那一晚确实觉得领路的姑娘眼熟 可惜当时喝得有些多加上 在陌生的环境里想要记住道路 才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是宰兰叶 自从那一晚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你们 让我离开这片苦海 终于在一天深夜 严世帆请了不少的大人物来画坊里玩耍 我坐在席间伺候他们 对话听久了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那晚他们玩到了很晚 最后都在包厢内睡着了 我因为事先吃过醒酒药 加上努力躲开他们逛我的酒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醉倒在我面前 原本是打算悄无声息地 给他们拍一张照片作为证据 可就在我起身的时候发现在严世帆的衣领里加了一张东西 我看他睡得很熟就偷偷地拿出来看了一眼 只是那一眼我就觉得自己拿到了重要的东西 栽兰叶的声音因为太过于激动而显得有些哽咽 他缓了缓才继续 就是那张汇款单上边清楚地写着严世帆的名字 收款人是今晚参与宴会的人 我不敢多拿怕他们发现 我赶快用手机扫描下来 并存到了手机的虚拟系统里 做完这一切 我赶快将汇款单案原样放回去了 幸好大家喝多了都睡着了 没有人注意到我 才有了这一次机会 那晚之后我特意去了很远的地方 将这张照片打印了出来 所以你们手上才有了这张 类似于复印的汇款单 在那之后 我一直都在考虑寄出来的时机 由于我不了解 你们已经拿到了多少的证据 是否还需要我这一件 一直到曹昆去砸了他的场子 我推测你们一定没有拿到 很有力的证据 才引发这件事情 我日日都在想这些 最后还是把它寄出来了 事情到了这里 基本让路易和元金夏 知道了有关于这张汇款单的始末 能够拿到他的过程可谓惊险 也需要 载蓝叶极大的勇气和果断 现在 严世帆已经进去了 我才敢给你们打这个电话 讲这些事情 我太害怕了 他如果想要我的命 一如反掌 其实他的罪孽中 有我不少的帮助 我洗不清也逃不掉 但我还是非常抱歉 因为这一场争斗中 你们出了车祸 我在网络山 也看到了现场的照片 实在抱歉 我不知道严世帆 他会做出来 这种不要命的事情 在今天这个电话结束之后 我也会去自首 把我这些年的事情 都一一讲述出来 茶几上的录音笔 还在闪着幽暗的蓝色光芒 在这一刻他的任务结束了 路易将他关上 车祸的事情 你没有责任 撞向我们的汽车 不是你提供的 严世帆也不是你教唆的 你不用自责 在整件事情中 你真正对不起的 是你的家人 和遭受到严世帆 伤害的这些人 他们才是这件事的苦主 路易忽然意识到 许多的事情 是一环扣一环的 如果当初蓝清玄 没有接下来 宰兰叶的案子 是不是他们就拿不到 这一张 至关重要的汇款单 无法得到宰兰叶的信任呢 但目已成舟 事情已经能够看到 最终的结局时 也不必再去试想当初 挂掉了载兰叶的电话 圆圆集团的整个事件 已经走向了尾声 只剩下相关部门 对于他的调查以及审判 在这些事情上 路易和元金夏 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职责 他们转变成一个 看客的身份 抽离开来 冬日的暖阳斜斜的照进屋内 屋中变得清亮无比 大家都在等待一个最后的结果 一个审判严世帆的结果